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祝大家端午佳節愉快 出路平安 種子當然也不要吃太多 因為六月份暫停升息 大家開始預估說七月以後會不會開始升息呢 而大家當然更關注的是未來華爾街所預言的升息 會不會導致美股的修正 而這個會不會影響到台股端午節之後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一個對這個美元的一個觀察 過去美元是這個獨霸三頭 現在各國的一個貨幣開始悄悄的崛起 未來會不會有取代美元的貨幣出現呢 這個也是我們要特別來關注的 最後我們要帶大家去了解的是 現在所謂的藍金當道 而台灣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 有沒有可能我們能夠搭一波藍金的一個浪潮 往上衝刺呢 今天歡迎到我們很多的好朋友 一起來參與討論 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李永年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永明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陳志玲 大家好 好 首先我們要請這個永明哥來跟我們聊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六月份暫停升息 大家是覺得好高興喔 哇 這個一片祥和之氣 但是現在華爾街開始潑冷水 說你們不要看喔 七月搞不好要升息喔 那台股跟美股這一波都一路上來 也走到現在 那現在大家對美元的一個後世的想法 開始多有揣測啊 那永明哥你也是國際總經的一個專家 這個部分你怎麼預測 你覺得說七月真的會升息嗎 七月會升 但是可能就是只有升一碼 現在我們大家比較能夠接受的就是說 今年的下半年度 到底是一碼還是兩碼之間 大概在純粥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美國這邊有分三大派 那其中多頭總司令這一派的話 就是高聖 高聖跟匯豐是一掛的 OK 然後中間的話是小摩 就是他比較持平 就是樂觀中帶有一點謹慎 然後現在目前為止 還唯一還堅持空投的 現在只剩下誰 只剩下大摩 Morgos Senni 就是那個Wilson我的好朋友啊 對對對 然後他還一直堅持在孤島裡面 然後認為這個標普500 到年底的時候他下看到三千二 對 他最近年總會跟豬頭一樣 對 但是因為時間還沒有到年底 所以誰也不知道這個最後的一個結果 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六月十四號美國 其實在整個FOMC會議完了之後 他宣佈的一個利率政策 其實已經給市場訂了一個調 因為他已經先打了一個針 告訴你說我下半年還有五碼 就兩碼的空間 對 還有零點五趴的一個空間 那市場上其實當時在反映 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很恐慌 對 那美元也沒有說 變得非常非常的弱 所以高聖這邊的話 他就特別因為看到了 這樣的一個現象之後他就有在提 他說租金跟商品的一個價格 現在雖然是有在漲 但是他的漲勢已經開始放緩 所以美國通膨未來在幾個月之內 會大幅的下降 因為他主要的一個利潤基礎 就是在於基期 就去年的這個時間點上面 其實是相對高 所以如果你拿接下來的 比如說七月八月你來比的話 不管是就核心的房租 或者是物資 這個房租也好 或者是你去看到的其他的一些 數字也好 都會往下降 食品也是 那首席的一個分析師 這邊就有提到 他說最近要特別留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下半年空棚 可能會好轉很多 好很多 他講好很多 對 但是因為他是高盛 高盛 你的意思是說他的立場 對 各位你給他打個六折好了 打個六折 因為他一路就是這樣在喊 一路看多 他從今年年初就這樣喊 不過目前的股價是支持他 只是說最後的 不管他今天的利潤根據是什麼 反正結論對就好了 對 沒錯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以FED這邊來講出來的 這個六月的這個點證圖來看 現在點證圖 基本上的這個部分 已經上移到五點六五 也就是大概五點五到五點七五 那五點七五這個數字 就比現在大概還要再升兩碼的意思 對 所以現在大家市場上 就已經開始有一點點心理預期 就是已經被打增到兩碼 所以什麼時間點會股市會大跌 就是當你的預期是兩碼 但是最後出來的結果 讓你覺得好像有可能超過兩碼 這樣子才有可能跌 那如果兩碼以內包含像一碼 就還好 基本上是還好 那如果不升的話 那應該是對股市是好消息 這會不會是一個陰謀 就是說我故意先跟你講兩碼 最後我只省了一碼 股市又繼續漲 這個當然就是說 預知未來的能力 也就是說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最壞的狀況是這樣 那我們先給市場上先打針 那當你有這樣的心理預期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開始會增結消費 你是不是不太敢亂花錢 因為你還有兩碼的一個空間 但是這樣子 搞不好雞生蛋誕生機 到最後的一個循環 就變成通膨真的降 所以到底是因為原先 本來就該降 還是因為被你嚇到了 所以他不敢消費自己降 反正最後的一個結果 都是往他要的一個方向走 就可以了 那鮑爾在這個地方特別有特別提到 但是現在的新債王就是鋼雷克 他就不認為短期之內還會再升息 所以其實華爾街的現在論調 其實還是不太一致 因為他們是一國的 還是不太一致 對他們高盛 匯豐這些都是一國的 因為他們看經濟數字的人在說 所以就吃飯的時候 這邊坐一坐 這邊坐一坐 他們就老死不相往來 所以今年如果你還看到很多降息的言論的話 其實你反而應該要擔心 那就代表經濟其實是不好的 對 你才要大幅度的一個降息 那如果以現在的這種 還沒有到金髮美女的這個經濟情況 就是慢慢溫和在上的時候 最好是經濟有衰退 但是是軟著陸 然後升息的狀況有升 但是是鴿派升息 一碼這樣的一個升 頂多在升一碼變成兩碼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都叫做經濟 經濟面 我們現在來講股市 因為股市跟經濟在這個階段 看起來是 完全脫鉤了 這兩個各走各的 而且脫鉤的時間太長了 長達到從去年十月一直到現在已經幾月 六月了嘛 對不對 八個月的時間 不是短暫脫鉤 真的是各自爬山 對 那Evencore這邊的舵手就是愛曼紐 他有特別提到 他說我們去看費的終結這一波 這個現在的一個這個狀況 會不會終結 對 會不會終結現在股市的動能市場 就momentum market 他認為不可能 他認為這個很像一九九九年 當初年底的這個網路泡沫 各位要知道一九九九年後來 什麼時候見高峰 是到兩千年的三月份的時候 兩千年少半年 對 但一九九九年的年底的時候 不管你怎麼看衰這個股市 他其實呢 在還沒有泡沫破滅之前 他其實momentum都一直往上 對 他中間到了那個一九九九年的 夏天的時候 他也不過是一個橫向的一個波動 所以他說這一次的這個動能市場 不是外來的力量可以去終結 那到底什麼力量會去終結呢 他認為狂奔的動油股市 基本上有四個東西 才會造成他可能會下跌 第一個叫做市場太自慢了 第二個的話叫做散戶的formal情緒 就是害怕錯失的情緒 就是嘎空手的概念 對 然後第三個叫漲勢太狹窄 第四個的話叫做放空者投降 那我們一一來講這四個 就是這個愛曼紐他特別認為說 未來股市如果真的要跌的話 要符合這四個情緒的極端 第一個的話市場太自慢 就是你可以看VIX指數 VIX指數各位最近的 VIX恐慌指數在13.53 那各位要知道15.21 當時是一個低點 這個的話基本上就是在2022年 那個時候 現在等於市場比當時還要低 那2022年15.21那個數字是什麼時間點呢 那個數字就是股市創新高的時候 大家完全沒有戒心 所以VIX指數才會來到15.21 那現在的每股的四大指數都還沒有創新高 但是VIX已經低到破底了 所以也就是大家完全沒有任何的戒心 這是第一個 對 這是第一個 大家不認為後面有什麼會超乎預期的一個狀況會發生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我們剛剛說怕錯失行情的一個散戶的一個情緒 那我們用的是AAI就是美國散戶的這個情緒指數 對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這個部分 看多者是近兩年來的新高 看空者藍色的部分是近兩年的新低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現在多空的一個比例 那為什麼我們舉不是投資機構 我們舉法人 因為我們舉的是散戶 因為之前的投資機構其實多空有分歧 但是他們的一個方向是被嘎空手 但是嘎嘎嘎到了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散戶全部跳進來 所以最近的散戶的情緒非常的高張 非常的興奮 對 那散戶的情緒高張會變成什麼樣的一個現象 各位看之前納斯達克的一個尖牙指數 距離這個歷史的一個高點只有在四個percent 對不對 那是因為大家擔心比如說美國銀行會倒 大家會擔心經濟會衰退 所以錢全部因為護城河的關係 全部避到大型的 那市值最大的七檔股票 那裡面大部分都是尖牙股 就蘋果 匯達這些 那這些 這些除了散戶有去買以外 大部分都是投資機構進去買 ETF 但是因為資金排擠的關係 所以導致羅素兩千的一個指數 對 在整個六月之前 基本上是完全沒表現 各位可以看他們中間的差距 納斯達克的尖牙指數距離歷史高點是差四趴 可是呢 羅素兩千距離歷史高點是差三十趴 幾乎沒漲到 兩者之間的乖離有將近二十六個percent 好 那我們要把這個數字對照過來看 就是散戶的FORMA指數在六月份開始有點發酵 就是看多的人越來越多 但是他們又不想幫這些大型股去抬轎 因為這些大型股大部分法人都上車了 所以他們回過頭去買什麼 小型股 買羅素兩千 沒漲的 對 所以羅素兩千也好 金融指數也好 反而在六月份的漲幅已經開始慢慢的已經貼近 當然不可能超越啦 因為你看這中間還差二十六趴 但是已經慢慢的貼近 第四個叫放空者投降 現在目前我們去看SNP500指數 他目前是在全面性的軋空 那之前的一個空單不斷的往上軋 所以才會造成類似這樣的現象 不過最近漲勢有點鈍化 我們講這四個例子主要是告訴各位 現在這四個都是我們的警戒值 就是我們的Benchmark 但是都還沒有到反轉的情況 也就是說這個股市動能還在 接下來才是重點 什麼時候會出現比較不好的現象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對不對 對 各位有看過韓戰這部電影 他裡面梁家輝講了一句很經典的話 他說陳妍 你的敵人永遠不是外人 敵人永遠不是外人 難道是我整編人 對 永遠都是自己人 太可怕了 所以美股在背後捅美股一刀的敵人 絕對不會是FED的貨幣政策 絕對是自己人 這個人就叫散戶 對 所以極致的樂觀情緒 會讓行情在繁華之中結束 是不是當我們看到平民股神 或是我們看到那種小股神 天才股神 突然都成為封面人物的時候 而且還要上節目來分享 分享他 比如說十萬塊賺到一億的故事 對 這種時間點 就嗨了 這種狀況就跟插協同理論一樣 越來越多 那當然反轉點有幾個點 各位可以看 第一個六月十六號的時候 是美國的事務日 事務日 那當然時間已經過了 那下一個事務日是落在九月 我們把消掉 九月十五號 九月十五 這個日期我們特別注意一下 第一個九月十五號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是不僅事務日 那事務日的話 我跟各位來稍微腦補一下 就是股票指數期貨 股票指數選擇權 個股期貨 個股選擇權 同一個時間在一個月 那一季啊 那第三個禮拜 四大類的金融商品 同樣在那個禮拜五的時候結算 那當然趨勢往上的時候就很容易 結完算之後 嘎完空之後掉下來 那如果是殺多的一個行情的話 很可能就是殺完多之後反彈上去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S&P五百跟羅素兩千 還有一個叫做 ISBK的一個金融指數 什麼時間會達到反轉呢 就是他們的差距過大 差距縮小 現在S&P的話 基本上是只距離歷史高點差四趴 好 羅素兩千是差十點五趴 然後呢到一個這個端午節之前 金融指數是差八趴 這個指數如果跟這個越差越近的時候 各位就稍微要小心 然後再配合這個所謂的失誤日的一個日期 對 哇好這個九月十五號這一天 一定要特別記得 不是我的生日 也是永明哥生日嗎 沒有沒有 也還沒到 不用透露 我們不用送禮物 不用送禮物 但那一天要特別注意 永明哥提醒大家 好 那當然美股居高思維 我們常常在講端午節 那現在這一天端午節 大家吃粽子 我後來發現 現在這個不太能吃糯米 而且你不能吃冰的東西 一吃下去 那個聽說糯米跟冰的東西 哇那就變很硬 這個要小心 就脹氣 但為什麼 我們請教永明哥 因為你經歷過這麼多的節氣 是 大家都經歷很多節氣 為什麼 每次一到端午節 大家就講變盤變盤 那是大變還小變 盤 大變盤 就漲幅很大 還是小變盤 我們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 那這個有什麼有來嗎 還是說節氣 他這個節氣是什麼 我只知道什麼春天有一個什麼 然後夏天有個什麼 冬天有個什麼 什麼春節 夏節 冬節 對對對 這個節氣很重要嗎 其實在這個 在以前古時候 農業時代的時候 節氣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一個節氣就代表 一個這個季節的轉換 季節的轉換 而且現代人的講 講法就是說 他連這個磁場 都有可能會轉換 那麼在在臺灣來講 其實大概全世界 大概只有臺灣會講 會講節氣變盤 對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臺灣股市 是什麼時候開始 真正的一飛沖天的 大概從民國七十四年的 十月開始 那個講到 1985年好了 今天是要上歷史課 是是是 1985年的十月開始起漲 從六百三十六點 一口氣漲到 民國七十九年的 二月十二號漲到 一二六八二 很可怕 對 漲了二十倍 那麼過去的事情 我們就不用再談了 對 因為我怕你開始講 以前當兵的事 沒有 幼稚園的事情就討厭 好 那個時候呢 因為臺灣股市 開始長達四年半的 一個多數行情 大家變成全民運動 那可是那個時候呢 大家什麼時候 可以買股票 什麼時候可以賣股票 那大家都不知道 對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所謂的技術分析 就是拿個那個 全開的方格子 對 我知道 摊在地板上 對 然後在那邊畫 很像軍情地圖 然後還畫 畫K線圖 然後畫移動 然後準備好三種顏色的筆 對對對 畫移動 這個我經歷過 只有 我們那時候 只有這種技術分析 對 那麼 所以技術分析 都還不發達 那所以 大家想說 那怎麼去找出 這個買賣點呢 那很多人就想說 我們這個算命啊 還有這個節氣 不是講說 節氣說嗎 因為它這個磁場會變換 然後季節會變換 在這邊有一些節奏 對 它也會影響到股市的走勢 所以大家就開始研究了 就開始研究 那個時候呢 就開始研究 這個節氣變盤說了 已經有這種講法在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對 可是呢 沒有一個很有根據的 一個這種講法 對 結果呢 到了民國七十七年 九月二十四號 九月二十四號發生什麼事 第二天九月二十五號是端午節 端午節 那這個九月二十四號呢 是禮拜六 那天禮拜 那個時候十二 十二點就收盤了 那十二點收盤呢 那時候那一次呢 我們因為連續四天的假期 三天半的假期 所以呢 我們幾個朋友就約好了家庭聚會 對 那麼還剛剛坐下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那個電視就報道 這時候那時候還沒有手機 所以沒辦法看著手機說 我有事發生了 我們今天直播先暫停 對不對 就沒有辦法 就直接看著電視 那個時候呢 是怎麼樣 先講說 我們財政部長呢 這個等一下一點鐘的時候 有重要事情 有重要事情宣布 大家一聽都涼了 心都涼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之前就一直在傳說 要這個做鎮守稅 就有傳言 謠傳 音量 但是沒有證實 然後呢 這個大家記者就去訪問 對 那那時候財政部長 郭安榮女士呢 他就一直說 我發誓 就絕對沒有 斬雞頭啊 什麼的 我絕對不會 不會 這個鎮守稅 是 結果 結果 大家都想 這個十次了 講了十次了 都說不會 那就不會了 結果呢 沒有想到 第十一次 第十一次的時候 那就跟孫中山一樣 對 就革命終於成功了 然後呢 他就講說 一點鐘召開記者會 那大家都知道怎麼一回事了嘛 所以呢 然後他果然就在那天宣布說 好 我們從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一號開始 克徵鎮守稅 哇 好了 那三天半的廉價結束之後呢 那一天 開盤那一天 對 股市呢 就直接 加權指數 直接跌停板開盤 為什麼 全部的股票通通跌停 所以他跌停板開盤 然後不只是那一天跌停 連跌了十九天 跌幅高大百分之三 三十六點四 所以那時候就正 剛好符合了節氣變化 對 我們看一下 清明節 我們從二零零八年開始統計 統計到這一次 那麼一共有六次 清明節有六次變盤 六次是多少 百分之四十而已 百分之四十 好 那麼我們再看端午節 端午節一共有幾次變盤 七次多了一次 OK 可是也只有百分之四十六點七 百分之四十六 那中秋節變盤呢 也是一樣只有六次 所以你看 變盤的次數都還不到一半 剛才是講一個歷史的故事 現在我們用實際的統計 對 可是實際上並沒有 並沒有 那這樣子我們是不是自己嚇自己 對啊 是不是 OK 理論上來講是這個樣子 可是呢 所以我就跟大家建議說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基本面 大家看五月份 這個十五次跌了七次 百分之四十六點 其實也是差不多 可是六月份就跌九次 稍微多一點 比較多 六成 七月又是六次而已 只有百分之四十 可是我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五月份 雖然它的這個變盤的次數 下跌的次數只有四十六點七而已 可是在這十五年裡面 有四次大崩盤 都是五月份開始 所以說不跌則以 一跌驚人 嚇死人 所以說如果這一次五月要嘛就不跌 對 要嘛就跌到 嚇死人 還好五月已經過去了 那我們現在看六月 五月已經過了 那就不用怕了 我們看六月了 六月呢 現在也已經快要過去了 所以我們也不要管它了 重點還是七月了 對 那我的感覺 以基本面來講 這一次呢 六月這個端午節過後呢 有一點點可能性 會出現一個比較小的變盤 所以頂多小變盤 對對對 對 好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這個大盤呢 它其實呢 我們按照過去的這個走勢 這個是季線圖 季線 季線圖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用一季 對 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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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通則 有個通則就是 經常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它當這個股市呢 碰到季線 碰到了六年線以後 它開始反彈 它反彈呢 四季到五季之後 通常還會再出現一次 崩跌走勢 會下探到十二年線 那這一次呢 是公元兩千年 公元兩千年的時候 它都跌下來 跌下來之後呢 大家以為沒事了 就開始做個強力的反彈 反彈了幾季 反彈了五季 之後呢 直接崩盤 就是網路泡沫化 那麼在這裡也是一樣 我們在這邊 對 在這裡呢 也是一樣 看到沒有 跌到了這個 跌到了 四年 這個六年線 跌到六年線以後 反彈 然後再殺 直接殺到十二年線 所以你可以看 它這個有一個通則 所以我們這一次 就要小心喔 這一次呢 大家看到沒有 在十二月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跌到一二六二九 然後現在反彈起來了 已經反彈三季了 那你說四到五季 四到五季 那還有兩到 一到兩季 一到兩季 還有一到兩季的機會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這好像在倒數 還剩幾季 剩幾個月 剩幾星 剩幾天 然後之後下探十二年線 對不對 這就有可能有這種機會 對 所以可能要稍微謹慎一些 所以應該是說 現階段來講 端午節大幅變盤的可能性 還是不高啦 不太不太高 可是小幅度的變盤 是很有可能的 謝謝永年哥 那當然因為端午節 這樣聽起來 變盤的可能性不高的話 大家還是可以好好的 享受一下端午節之後的一個操作 當然端午節之後 更重要的 我們要進入的是除全席的旺季 可是我們不免擔心 這個志玲 像去年很多人都想要參與 這個航運三雄的除全席 就沒想到在除席 就自己先被幹掉 然後等到除完全席 我的股票呢 已經被斷頭了 今年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假除席真斷頭 還是說不用擔心 勇敢一點 好好的這個挑一些好貨來操作 是 因為去年這個長榮假除席 很可怕 突然跌了一個 讓大家覺得非常莫名其妙 投資人想說奇怪 除席就除席 怎麼還會有假的呢 對對 那什麼叫假的 如果說這個投資人 王曉明先生 對 他去買了一個一百塊的股票 一百塊 那買進去之後 他是用融資去買的 用借的 對 那就是券商借他六萬塊 沒錯 他自己出四萬塊 自己出四萬塊 那這個維持率呢 就是用這個股價呢 去處理借的錢 那一開始如果有用融資操作 投資朋友應該都蠻清楚 一開始的維持率就是 一六六點六七 他其實原理很簡單啦 就是你券商就要確保股票賣掉可以還掉你借的錢 沒錯沒錯 那剛剛的講的假除息就是說股價一直跌 那這時候證交所呢 就是把這個除權息當作股票再跌的意思 對 那就這樣計算下來 如果你低於一百三的時候 他就會叫你補錢 要斷 可能就要叫你斷頭 他事先就先假裝計算一下 如果除完全息是不是你要斷頭 是 是 是 結果除太多你就斷頭了 所以將來如果你是用融資買了 或是想要參加除權息的話呢 那你可以特別注意 就是在除權息的前六天 你就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去年的這個長榮 就發生了這個事情 去年六月的時候 長榮就是在除權息 他除權息的位置 是在這個地方 對 那往前六天就是 就是要做這個假除息 那這個地方大家看到就是說 融資這時候就出現一個 很明顯的殺出去斷頭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呢 我給大家兩個一個 應該說嚴格來講 是三個重要的觀察指標去觀察 一個就是說 當如果行情不好的時候 股票在跌的時候 維持率一定會往下掉 那當維持率往下掉到一百六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這邊看這個西馬尼的統計資料 掉到一百六以下 就是你已經很危險 可能要被斷頭了 那加上如果你是高殖利率 高配息 這個又扣掉的話 那很容易低於一百三 所以去年的時候 長榮就是發生了 就是行情不好 已經先跌了 維持率已經不太夠了 又剛好遇到除權息 然後又假除息 又被逼迫 這些人可能要去補錢 可能要去斷頭 就很麻煩 對 那今年其實也很有可能 會有這樣的事情 是哦 對 我們給大家一個重要的觀察日期 就是六月二十七號 六月二十七號 大家要特別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這樣跌嘛 那今年的這個 不管是長榮還是陽明 他的一個這個 呃 配息率很高 因為長榮要配七十塊 大家都想說 那我是不是要去賺這個錢 對 那我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長榮 他是六月三十號要除權息 那你往前推六天 我們這邊跟大家講 就是六月二十號 那這邊特別 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長榮到現在的這個融資 剛好還有四點二萬張 其實還算滿高的 滿高的 因為他每天成交量大概一萬多張 那現在我們根據西瑪尼統計的這個融資維持率 大概是在一百六十五附近 那這一次的 這個一扣掉很可能就低於一百三 對 如果你這個地方想要去參與長榮的除權息 千萬不要用融資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殖利率高達四十趴 所以如果你一買進去一百六十 就斷頭了 那你扣個四十趴就是一百二十幾 你就被迫要補錢 對 所以這一次的一個行情的話呢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 包括像陽明 其實也有這樣的問題 陽明的融資更高 有七點三萬張 而且維持率現在大概在一百六十四附近 他的殖利率也高達三十趴 所以你一百六十四扣掉三十趴 也在一百三附近 非常的危險 那這個地方如果很多有這個貨櫃三雄 想要參與這個除權息的投資人 我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建議 對 因為我判斷 是 這一次經過假除息 很多可能 可能會殺一波 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有這個可能 因為你這個殖利率算下去的話 基本上就是不夠 對 所以有些投資朋友在 融資在死撐的 這群人可能會被迫少出場 那籌碼可能會很乾淨 對 那這次又加上說 另外一個人又來插一刀 就是0056高股息 他竟然把長龍給剃除掉了 這傷腦筋 因為這個ETF 高股息的ETF 他持有長龍大概五點二萬張 那他在這個六月十九號 正式生效 要把這個長龍把它踢出去 所以東五回來以後 搞不好還有賣壓 就開始用 對 所以這一次的高股息 如果把它踢掉 這個籌碼 第一個可能會被迫往下 而且加上這個假除息的 一個斷頭的話 籌碼可能會非常乾淨 所以這裡給大家想要買這個長龍 或者是陽明的這個投資本 一個簡單的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將來這個股票 你想要再去加碼攤平 因為這半年這個貨櫃都沒有漲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參與除選席的話 我建議大家空手的你這個時候不要在這之前去介入 不必急著 對 因為他按照直律去算被斷頭機率非常大 非常大 那這一次的高股息又把這個籌碼賣掉 賣掉 加上這個 賣壓已經出來了 對 所以他籌碼面就會非常有落敵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就不如等到除選席之後 漂亮 再來考慮是不是要買這個貨櫃三雄 或者是長龍牙明的股票 好 謝志玲 等於就是說你想要上傳的人 我覺得是不是等他除完全息以後再上傳 可能會相對安全一點 好 再來呢 我們要來討論的是這個美元 因為最近這個葉奶奶呢 他特別講 美元這個還是很厲害 不用怕 當然葉奶奶的一個講話 我們不如來聽聽我們殷老師 他在這個經濟學界是大佬 很多很多現在的決策官員 都是你的學生 那現在全世界各個貨幣 好像都悄悄的想要自立三投 所以現在各大央行也開始減少美元的儲備 但說實在話 美元的地位真的有可能被取代嗎 尤其是現在大家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尤其是俄羅斯 我還用台語來講 他就想說用人民幣來做交易 您覺得有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 這種大幅度的洗盤嗎 我想當一個國家 就像美國的財政部長 公開站出來捍衛他的美元的時候 這就代表好像美元有問題了 真的 連母雞都在抖 母雞抖啊 對 當然 這個我們講 從一九四四年開始 我們國際金融市場就是美元毒霸 對 那毒霸到現在 這個好像要扳倒美元 好像很困難 很困難 可是嗎 這個全球 到目前為止 全球的央行的外匯存體裡面 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十二月的資料 去年十二月 就百分之五十八都是美元 百分之五十八都美元 那當然是從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七十幾跌下來了 降了 降下來了 大家在減少 可是還有百分之五十八 然後用美元計價 在國際金融市場中間 用美元計價的這些證券 占了三分之二 同時在市場上的這種貿易跟很多國家的外債 大體上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用美元 所以美元的地位看起來非常穩固 所以葉倫講這話也不能說他錯 不過問題現在就來了 我想首先從俄烏戰爭開始 俄烏戰爭你打了以後 美國就開始凍結所有俄國政府 還有銀行 還有俄國的老百姓 在海外的存款 全部都凍結不准你用了 這一下子 當然俄國就整個經濟 就開始卡住了 那同時 他把俄國的銀行 在國際上的這種所謂的美元支付清算的體系 SWIFT 中間把它資格取消 對 所以你的銀行就沒有辦法進到國際市場上去做這個美元交易買賣 跟世界脫離了 就完全把你切斷掉了 這一切斷了以後啊 帶來的問題就大了 因為所有跟美國關係不是那麼麻糬的國家啊 心裡都開始毛毛的 對 你會不會也把我幹掉 你會不會像搞我一樣 搞俄羅斯一樣搞我 拿美元當武器 那大家都完蛋了 對 所以大家就開始啊 心裡在想 我盡量要減少少少少支付的美元 這個狀況就出現了啊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啊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金融海銷開始啊 這個FAT啊 他就開始升息 開始美國經濟出問題嘛 FAT就用這個財政政策來 金融政策來這個 來這個平衡國內的經濟 穩定國內經濟嘛 可是當他穩定國內經濟的時候 整個國際金融市場就被他搞垮掉了 所以說我們講的 我們講到現在啊 看到就是說這個 整個這個國際金融市場上啊 從這個1980年啊 的這個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 1997年的這個亞洲金融危機 然後我們講的金融海銷 幾乎都是FAT引起的 他要管國把國內穩定 所以國際上就一塌糊塗就出現金融危機了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看到現在美國要管自己的通膨 所以說他把利率拉高把物價拉高把把把那個美元拉高 這樣的話通膨就輸出到別的國家去 那就變成全世界的危機了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大家就在談 討論美元合不合適啊 美元能不能夠作為一個國際貨幣啊 所以在這種所以這樣子的這種發展下去的話啊 那國際上開始大家就開始有個去美化的這種聲音出來了 首先啊這個石油的買賣 原來在這個美元跟黃金脫鉤的時候 那個基金集跟沙利阿拉伯簽了約 就是所有石油買賣都用美元 所以這是美元在國際市場上能夠 穩下來的主要原因 那沙利阿拉伯說我們現在接受其他的貨幣 對 他們也要再講人民幣 而俄羅斯我們剛剛講過了 我在美元市場被封殺了 怎麼辦呢 後來他宣布 我到了國際市場上全部都用人民幣來支付 對 也是 他就全部用人民幣了 那當然巴西也對外宣布 就是說所有的對外貿易 人民幣你付人民幣我也收 不一定非要美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慢慢的這個人民幣好像是就開始 突然翻身了 開始取代了 雖然人民幣占這個國際交易的比重 還是不是很大 可是最近這段時間 尤其這一兩個月 突然一下子 這個這個變得非常非常的夯 而這個更好玩的是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Global South 一個集團 大概有六十幾個國家 都是以南方地球 南半球 半球的這個國家為主的 他們開始全部用自己國家的貨幣來交易 開始不用美元了 所以這個美元它的地位就開始慢慢動搖 巴西 俄羅斯 印度 中國 南非 他們的貨幣剛好都是R字開頭 所以他們有個叫做我們要創造一個R5的新的貨幣出來 那這個新的貨幣原則上以黃金作為準備 然後用Blockchain 就是我們講的區塊鏈的制度在做交易 當這個貨幣推出來的時候 對美元就是一個威脅了 因為三月份才出來嘛 三月份 對 所以它的地位還沒有凸顯 可是巴西跟阿根廷更好玩 他們創造一個叫做SOU的貨幣 那SOU就是SAUS的簡稱 就像我們講Global South 它希望這個貨幣不但巴西阿根廷用 將來整個中南美洲的國家全部都用 就是去代美元了 所以這些變化都開始出現了 那更好玩的是什麼呢 我們曉得數位化人民幣已經出現了 已經設事成功了 已經開始在中國大陸開始廣泛的使用了 那很多的學者就發現 一旦數位的貨幣 中央銀行的數位貨幣 它出現了以後它可以直接在網路上跨境交易 跨過國際貿易上可以跨過美元的市場 不說明美元的影響 所以說在這種狀況之下 除了數位人民幣之外 香港 泰國 沙地 阿拉伯 還有人民銀行跟國際清算銀行等等 他們建立了叫Ambridge 現在推出來了 開始要數位化的國際貨幣 要取代美元在國際上的地位 那當然根據一些學者的估計 未來的五年裡面 大概有五十多個中央銀行都會使用數位貨幣 那也就是說美元的地位會被威脅 會被動搖 Forbes說這是什麼 新的一個gold rush出現了 就說拋美元買黃金 拋美元黃金gold rush 中央銀行也好 民間也好 大家都開始搶了 所以不管怎麼講 美元的地位現在正在動搖 那他什麼時候會出現狀況 會不會垮掉 大家現在還不能夠預測什麼時候 可是他的問題存在 將來被取代 可能遲早是難免的 會被怎麼樣取代現在就不曉得了 好 謝英老師 所以雖然這個財長葉倫他說 美元的主導角色是無法複製的 但是實際上摩更大通的策略實驗來講 美元開始顯現去美元的跡象 所以很難保持長期的主導地位 跟剛才我們殷老師的一個推論 其實相當的符合 那當然現階段有黑 我們在想這個綠金什麼黑金等等 那臺灣有豐富海行資源 所以最近開始藍金的這個討論聲浪開始 創生了 這個是什麼藍金 到底是什麼 是水裡面的金魚嗎 還是水裡面藏有什麼值得 探勘的豐富的資源 我們等一下廣告回來再來討論